这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郊区的一家养鸡厂 他们主要以生产鸡蛋为主 由于阿富汗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 鸡肉和鸡蛋的价格飙升 这家养鸡厂在今年的收益还可以 在阿富汗 当地人买鸡蛋一般按照个数买 还少有人一次买一整版鸡蛋 以前的时候仅需要5阿尼左右就能买到一个鸡蛋 现在一个鸡蛋的价格是12阿尼左右 鸡蛋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 因为大多数鸡蛋都是从巴基斯坦进口的 货物运输的昂贵是鸡蛋价格高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阿富汗的经济崩溃 使一些小规模的养鸡户面临破产 导致市场上的鸡蛋供不应求 众多小型养鸡场的倒闭 导致阿富汗鸡蛋和鸡肉产量减少 它们必须依靠进口 以前约有一万个养鸡场在运营 现在这些农场中约有20%在生产鸡蛋 鸡蛋的供应量显然无法满足当地人的需求 所以阿富汗需要从巴基斯坦 伊朗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口鸡蛋 鉴于阿富汗经济发展水平 大部分都是小规模养鸡场 鸡蛋生产者在鸡蛋管理方面的技能有限 加上商业营销技能薄弱 鸡蛋生产商无法就价格进行谈判 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降低了鸡蛋市场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度 这家养鸡场靠着多年的诚信经营才在当地幸存下来 但是养鸡场非常简陋 就是几间屋子和几个木头支架 目前它只能聘请两名员工打理养鸡场的生意 为了保证鸡蛋的纯正品质 它从农村地区购买谷物和草料饲养鸡群 养鸡场的设备简陋 为了预寒保暖 冬天的时候 它们会燃烧炉子保证室内的温度 和进口鸡蛋相比 它的优势在于质量高价格低 例如新鲜度和蛋黄含量比进口鸡蛋更好 因此积累了一大批当地客户 正是靠着老客户的支持 它的养鸡场才得以挺过经济危机保存至今